总统蔡英文与史瓦帝尼国王恩史瓦第三世 一同教越三军一对 我方用最高规格的军礼仪式 欢迎非洲唯一友包史瓦帝尼国王第十七次来访 庆祝两国建交半世纪的深厚邦誼 今年是台湾跟史瓦帝尼建交五十周年 也是史瓦帝尼独立五十周年 更是国王陛下的五十岁生日 走过互信互助的五十年 两国在医疗农业教育训练等面向上 都累积了长久的合作关系 蔡总统四月才前往非洲进行国事访问 邀请史瓦帝尼国王来访 这次史国国王访台预计停留七天六夜 除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外 前一天更陪同蔡总统到台中清泉岗 市导汉光演习 成为我国友邦元首的第一人 史瓦帝尼在国际社会上多次为台湾发声 双方在医疗教育基础建设上的合作相当密切 史瓦帝尼国王到访 两国元首将进行会晤 也见证我国经济部长跟史国贸易部长 签订台史经济合作协定 面对中国大陆强拔我国友邦 先前更喊话希望在九月拍一张非洲全家福 点名的就是史瓦帝尼 这次要借由强化双边关系 让双方的邦誼持续不中断 华语新闻郭燕廷 请王长卢台北报道